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今天来吃果酱杂串 然后呢 今天的视频我跟你们讲 为什么又来吃果酱杂串 因为我最近发现这个果酱杂串 它的果酱烧烤 OK 果酱烧烤 有事吗 果酱烧烤的这个烤土豆 特别特别的好吃 真的 真的 它是那种外面的皮稍微有点韧性 然后里面的土豆泥 土豆肉 特别特别的 酸软和绵密 哎 满满的果酱还有撒上芝麻 酸辣酸辣的那种很好吃 而且这个土豆你会感觉那种水分十足 你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干 它还弄折得点 那么也吃了 鱼肉筋章 鱼肉筋章 吃一下这个虾丸 这个虾丸的命运的猴死而被瘸断了 嗯 这也很好吃 很好吃啊 鱼肉筋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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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哦真的好好喝 天啊很鲜的葡萄味 如果家里随便拿着一串 我姐拿回来了 你喜欢吃牛肉还是肥牛 这是生蚝好不好 这边的蒜很香 真好吃 哇 真正的好喝 不知道是蠻緊張 我這個拿回來你們可以去收拾 它的蠻緊張 是蠻緊張 很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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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爽 很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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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韭菜 果酱烧烤的很好吃 很酸辣酸辣 但你不会觉得是那种很腻的那种 就满满的和它的香味融合的很口 好好喝,是一豆,你们那里叫这个叫什么 金针菇,想我拍,金针菇中有人刷弹幕说什么明天见我的梦,什么意思 后来我终于懂了 开始我还以为大家很爱我很想我,什么说明天要来看我之类的意思 好,想多了,这样子 金针菇嚼还是很爽 奥偉 핳иб 就这个地方已经不太熟了 鸡全吃 这个外面很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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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里面有点红 它不是很熟 不许因为是太大的 比较难熟 我不是很喜欢吃的那种有红料的那种感觉 没食欲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安静 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赞三点 下期再见 拜拜